上回我们说到锦密和旭凤回到天界后 锦密终于算是历劫结束 但天后还是阻止其成为新一届花神 原因只是说其历劫失败 怎么就历劫失败 还不是某人也下去搞破坏 但好在有机缘仙子和天地的庇护 最终锦密还是担任新一届花神 不过润玉这一边却要面临着抉择 要么跟洞庭湖断掉关系 要么自己替他们遭受天雷之行 最终他要如何抉择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锦密沉沉浸如霜第35至36集 大家好 这里是小心爱看剧 面对天后的发难 燕又看到润玉为难的样子 心里也不愿牵扯到他 不是吧 这种罪让人揪心了 严明肃离从来没有认过润玉是他的儿子 所以就没有必要将罪责一概揽下 没想到燕又到关键时刻还是很靠谱 但润玉这次却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再背叛母亲 所以决定自己揽下刑罚 替洞庭湖三万生灵兽刑 我觉得润玉真的苦到极致了 天后见此可谓是得意的不行 准备让雷公店母再拿出琉璃静火来对付润玉 我看你是真的很心 想要把人赶尽杀绝吧 见到润玉如此痛苦 就连行刑的雷公店母都看得十分不忍 这里举手加一 我看得也是很难过 太难了 可天后还是不愿意放过 让雷公店母必须认真行刑 我看你就是疯了吧 然而天后此时已经彻底要将润玉置之死地 提出必须用琉璃静火 但店母知道 一旦用出此招 那么润玉必死无疑 能不能让天后下线了 看得揪心 天帝自然是知道天后处罚润玉这件事 却还是没有出来阻止 你真的是人家亲生父亲吗 此时水神突然来到 阻止了天后继续对润玉行刑 关键时刻又是水神出来就下来 必须给加个鸡腿 此时天帝看到这一幕 于是决定出来缓解 便现身下职 免除洞庭湖三万生灵的刑罚 你好歹是清醒点 润玉听到这个的时候 当即就跪下向天帝道谢 看到润玉这样真的太不忍心了 可润玉还是请求天后 要将洞庭湖的声明全数释放 就是就是 我们润玉太不容易了 天后心里虽然不甘 但也只能照做 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天后故意讥讽润玉 之后的治疗一定非常痛苦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 但只要润玉现在自毁内丹 那么也就一了百了 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么狠心的人 润玉却表示自己一定会活下去 一定会 我给他看 燕玉赶紧就将润玉背回玄机弓 看着润玉如今这副模样 燕玉更是心痛 到底还是兄弟情义 就连我看着都心疼 这时 邝玉也在一旁照顾着 润玉却一会冷一会热 不断喊着娘亲 让身边众人都是心痛不已 我的天 我的眼泪已经要流出来了 邝玉看见润玉这样 很是不解 他不明白 为何润玉要替洞庭湖三万声明受惩罚 润玉则坦言 自己答应过母亲要保护洞庭湖的成千上万的礼儿 润玉真的太好哭了 简直就是一个孝子暖男 燕玉自己曾经寄人篱下的生活 不想其他的礼儿再经受了 这一切还是因为天后 真的太狠心了 水神到玄机宫看望润玉 润玉见到他当即燕玉 自己如今没有势单力薄 希望水神能够帮助自己照顾洞庭湖的万千生灵 水神表示 这是水族的事 自己肯定会帮忙的 水神太好了吧 这才是好父亲的样 润玉听后很是感激 随即又让水神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锦妮 因为自己不希望让锦妮看到自己如今这副狼狈的模样 锦妮怎么会嫌弃你 但估计人家爱的是你弟弟 水神回到自己那边之后 风神灵秀询问起润玉的情况 风神现在是我觉得天界里面最好的女神了 水神不禁感到一阵后怕 是的后怕了 润玉快点崛起 阎宁润玉和天后经过这次事情以后 仇恨是不可能化解了 风神表示 天后此举触动了重怒 就是就是 我都看不下去 这次润玉也是好不容易扳回一局 紧密看着天空的彩虹桥发呆 心里也很是郁闷 不知该怎样和润玉说起两人的婚事 不会吧 人家才刚刚遭遇那么痛苦的事情 天地一人来到润玉的玄机宫 见到润玉这副模样 心里也不是滋味 于是主动为润玉疗伤 你现在出来了 都是因为你渣男 接着天地就让润玉不要再和天后对抗 严明对抗天后那么就等于和自己在作对 无语了兄弟们 怎么有这种父亲呢 最终天地让润玉不要怪自己当时没有出现 严明自己的内心还是向着润玉的 这句话是最好笑的笑话 毕竟他是天界压制鸟族的最好人选 润玉听到这句话后十分伤心 因为他明白自己不过是天地手中的一颗棋子 我也对天地很失望了 现如今看来天地对于谁都没有感情 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天界的权势 所以润玉在心中暗暗发誓 那些痛苦是不可能打倒自己的 反而这些只会让他强大 加油润玉 我挺你 锦丽得知这些事情后 便去玄机宫看望润玉 接着矿路让他好好地安慰一下润玉 他是来伤心的吧 锦丽可别这样啊 锦丽来到润玉身旁 严明肃离肯定不希望看到他如今这幅伤心的模样 润玉这时想要抚摸锦丽 但锦丽却下意识地躲了一下 扎心了大家 润玉见此有些尴尬 随后就主动提及于锦丽的婚事 我觉得人家现在肯定不想 果然锦丽内心纠结 却不想说出来 因为不愿意让润玉更加伤心 只好选择了沉默不语 到时候让他知道更加伤心 这里我还真的没办法接受 润玉严明自己要为生母守孝三年 所以希望锦丽能够等等自己 人家估计不会等你 巴不得延迟呢 这时润玉和锦丽站在一起 看到锦丽在自己的身边 润玉这才觉得自己 没有那么孤单和寂寞 我能想象到后面 锦丽要是离开 润玉得伤心死了 最后锦丽跟着水神洛林 一起回到花界 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 玉兰方主将自己之前 和属仙交易的事情 向长方主坦白了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哈 长方主严明 现在只有保护好锦丽 这才是对仙花神最大的效忠 不过对于这次锦丽的历劫 花界众人都为锦丽打抱不平 水神见此十分感激他们的好意 但是不想他们再牵涉到 这些漩涡中来 水神真的是一个大清洗 而对于锦丽和润玉的婚事 老胡觉得这是对锦丽最好的选择 殊不知锦丽现在 正为这件事情发愁 虽然爱情要看自己 但润玉真的可怜 月下仙人将辽元君 接回了天上之后 辽元君向续凤表示 自己将北院山庄的花灯 都放到了皇陵之中 续凤让他将花灯带到火神殿的刘子持判 然后写信给锦丽 约他晚上见面 你哥都这样了 还约会呢 这一边刘英到火神殿找到续凤 当即告诉他 这次想要对锦丽下手的人 是灭灵族的后人穆慈 可以说是把自己老公供出去了 灭灵剑需要用穆慈的骨穴 才能炼制而成 且一旦面世 必将会引发幽靈之怒 但穆慈不是心狠手辣之人 就是因为背后有人指使才如此 快点查出来 肯定就是天后 否则绝对不会冒着被魔族发现的风险 让灭灵剑面世的 所以刘英希望续凤 看到穆慈本性并不坏的份上 放过他一马 但是齐渊 确实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想要尽快找到穆慈 这时续凤想起辽元君 给自己汇报过天后身边的手下 于是让辽元君协助刘英一起找 太刺激了吧 快点找出来等待揭发 之后续凤去找了天后 严明这次是因为紧密自己才毫发无损 如果紧密有事 自己绝对是不会袖手旁观 哎 续凤也是很爱紧密 但我还是心疼润郁 天后见词 本来就担心两人历劫会引来不好的言语 现在看到续凤对紧密这般袒护更加不满 严明续凤一定会后悔的 又要搞事情了吧 随后辽元君送刘英出去 并将自己在凡间得到的老爷爷的印信 拿给刘英 刘英看出了这是魔界之物 不过却看不出到底是出自谁的手中 夜晚 续凤将花灯挂满了院子 而收到信件的紧密也如约而至 他看着满院子的花灯后 瞬间感动不已 能不能考虑一下玄机公的润郁 续凤言明 这是属于他们两人的回忆 紧密却表示 这是一王和圣女的回忆 所以这句话说明什么 两人喝着紧密自制的桂花酒 这时紧密大手一挥 就中了一池莲花 这是花神的操作 必须点赞啊 但在回头的时候却差点摔进了池子里 续凤当即一把将他拉过 又要开始暧昧的动作了 这时两人的目光相视 紧密面对续凤的目光 体内的允丹开始加速破裂 紧密看着续凤 严明自己会考虑和润郁的婚事 也会和水神商量退掉婚事 磨争了吧你 允丹怎么失笑了 续凤听后欣喜若狂 两人最终在这满树的凤凰花下 完成了首次灵修 不是吧不是吧 这一幕太酷了 这一边天后回去就将木慈狠狠地责罚了一顿 让他待在地宫里 只要没有自己的命令 就不准出来 你关押动物呢 木慈询问自己身上的师姐天蚕怎么办 人家肯定不会帮他解开 木慈开启地宫的时候 辽元君突然出现和他打斗 木慈体内的师姐天蚕发作了 辽元君趁机将他打晕送到了刘英的手中 不是吧 辽元君怎么会这么好 刘英这时还在河边城王 商量顾城王的事情 顾城王一眼就看出了 木慈身中师姐天蚕 问刘英是否真的要将他留下来 刘英听后回答自己要将以前的木慈找回来 你们俩的爱情才是绝美 另一边 旭凤想起自己和锦丽的灵修后面色泛红 这种事情你都敢回忆 月下仙人看到后问他 这禁闭做的是否舒心 人家当然舒心 接着旭凤让月下仙人将润玉生母的事情都告诉自己 严明锦丽已经答应和润玉退婚 自己想要和润玉好好聊聊 这就没办法聊了怕事 润玉正在下棋 旭凤来到这里见面 润玉没有像往常那样和旭凤客气 反而是面路不快 看来兄弟俩要出事啊 旭凤当即就表示 自己愿意让出地位 只想要紧密 那么最终兄弟俩的关系 会不会因为紧密而反目成仇 而刘英又能否将木慈的读解开 这些精彩内容 我们就留到下期再来分解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